在台北龍山寺附近 有一條很出名的夜市街 叫做萬甲夜市 裡面有一間冰店 幾乎有近百年的歷史 這次就找來定居香港的台妹蘋果 帶我們去吃冰 台灣的剉冰 這個可以點四種 然後70塊 所以它已經從1920年開到現在 有98年歷史 很好吃 並點裝修好懷舊 牆身就貼滿了以前的報章和報道 而這裏是自在形式的 所以就要在外面的甜品櫃自選配料 再自己拿餐具回座位 剉冰是台灣話 那國語的話就叫爆冰 我很喜歡吃他們的芋頭 這家是從1920年開到現在 我從小吃到大 這個芋頭是他們自己煮的 超好吃的 很甜 我們吃一下吧 他們做這麼多年來 口味都沒有變了 還真好好吃 其實剉冰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它就是水做的 然後一個大冰塊 然後有個機器 它會把它磨成一個粉狀 所以剉冰吃下去 口感是綿綿的 感覺好像沒什麼特別 可是它主要好吃的就是上面的果料 還有配上它特製的糖水 如果覺得配料太多的話 不知道怎樣選好 亦都可以點他們的招牌八寶冰 這個包包冰是你的招牌 對 那我再一份包包冰 70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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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訂 八寶就大小豆 綠豆花生 芋頭 湯圓芋圓 然後芋圓那個有兩種 顏色算兩樣 冬天去的話 除了吃冰之外 還可以吃暖粒粒的台式糖水 那花生油條湯呢 是冬天才有的糖水 我超喜歡喝這個的 我不知道你們香港沒有賣花生湯 很奇怪 香港人不喜歡喝花生湯嗎 嗯 很好喝 台灣的花生湯呢 它會把花生煮得很軟 就是你一咬就即化了